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只能找朋友借了这么一个地方来录视频 今天要给大家画一个男装吧 因为大家都以为我是一个温柔的小姐姐 其实我觉得我是可以攻起来的 所以我今天要打一个翻身仗 虽然说最终结果是怎么样的呢 我还不太确定 之前娜娜那期不是说过以后打好底妆再出镜吗 然后这次发现自幼失言了 其实因为男装她的修容很重 所以我打算还是从底妆这个步骤开始上 如果说你对我现在这个状况有什么疑问的话 可以去看第一期视频 那我们就赶紧开始今天的化妆吧 首先呢先让John Blender加到VVL来互相混合一下 我的方法呢是1比1 因为John Blender它的色号比较深 如果你手头有这种比较深的分底液呢 你可以选择用其他比较偏白的分底液来混合一下 这样可以更贴合自己的肤色 然后呢我们来用NARS的遮瑕 来重点遮瑕一下我胎记的部分 还是用点涂的方式最后用海绵带拍开 首先呢先用NARS里面最深的那个修容呢 来给自己的打一个轮廓 然后呢用海绵带把它拍匀 再用我们的蜜粉呢给它做一个定妆 这样方便之后的粉状修容呢给它做一个好的过渡 然后我们再用橡皮扎呢可以在局部的遮瑕一下自己需要遮的地方 因为男生的妆容呢比女生的轮廓要深 所以呢我们再用一个粉状的修容呢把自己的轮廓打得深一点 怎么说呢就是把自己打得像八眉的一样就可以了 然后再以后我们要一个那种土橘色系的腮红 加深一下你这个轮廓显得比较有气色 然后呢鼻影呢我们还是选择卡妹的这一款 先用深色呢加高一下自己的鼻梁 然后再画一下鼻头 这样呢你的整个鼻子就是咻的一下就停下来了 然后呢一定要选择一款哑光的高光 不要选择珠光的 然后用这款哑光的高光呢来提高你的鼻梁 额头下巴以及颧骨的地方 这样呢你的整个脸就会碰一下就是立体起来了 先用浅色眉笔呢在你这个眉毛的位置画出一个轮廓 然后把它填充上 这样呢就有一个很好的基底 可以在上面任由你发挥 然后用眉粉呢 预染一下你的眉头 以及下眉那一块 就不要画得特别死 这样你最后会变成两个毛毛虫 用一个深色的眉笔呢 要画一点毛流在你的那个眉头金眉尾的部分造成一种毛茸茸的感觉 再用一个浅色眉笔呢来过渡一下这个毛流的方向 这样呢最后整个出来的眉毛呢就会显得又粗又黑又自然 左边的眉毛呢大家就随缘就好了 反正我永远都是画不对称的 记住一定要把眉头跟你的山根这个部分一样永远自然 然后男妆的眼妆这一块呢 如果是你那种小清新式的眼妆 一定要不要画得特别浓 我就是用浅棕色的打底 然后预染开 一定要用得非常非常的自然 带用一个深棕色的眼眼呢 加深一点眼尾的部分 我这次妆容我觉得最大外比就是 我画了一个比较不灵不灵的卧残 显得整个眼睛有点水汪汪的 不太公 其实我是想要一个很高很高的眼妆的 结果没想到画成了一个瘦 然后呢要用棕色的眼线笔呢 来填充一下你的睫毛根部 然后睫毛这一块呢 如果想造成那种小清新的感觉呢 所以你一定要不要把睫毛加得特别翘 我的方法就是用睫毛膏呢 反直刷一下这个睫毛 把上面那个多余的粉把它刷掉 然后就这样会比较自然 没有那种特别浓密的感觉 然后我们就是来画唇线 因为我本身呢没有什么唇型 所以我就可以用唇线笔呢 自由的造作起来 记住用湿纸巾擦完这个里面的粉底液之后呢 一定要上一层润唇膏 要不然你的唇膏真的会干到裂纹 如果想打造那种比较自然的唇色 我是先用纸巾呢 压掉一层口红的辐色 这样呢它就没有那种比较shining的感觉 然后再用海绵带上多余的粉底液呢 把那个唇线的轮廓呢 稍微盖掉一点点 这样呢你的唇线呢就会比较自然 然后再用口红点一点那个嘴唇中央的位置呢 就会显得比较有气色 然后怎么整个妆容就到这里完成了 首先呢先用这个稍粉的树子呢 把自己头发分个层 柳盒呢最好是分两到三层的这种夹卷 这样到落在一起之后呢 它就会显得比较自然 至于其他的部分呢 我建议大家有时间的话 还是做一个分层的夹卷 然后最后再用手上一刀一刀 这样就OK了 好 我去换了个衬衫 然后不知道效果有没有变得好一点 我觉得可能是我这个卧残花太亮了 导致这个妆不太像男妆 是不是有变得帅气一点 我也不太确定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吧 我们谢谢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y bwd6